先时间前网店模特李宇童发了这样一则耐人行为的消息 微博写到经历了一段感情 看出了一个人 选择远离和释怀 一直以来的隐忍是欠自己平淡是福 但先时间选择和高累心高调复合 让以往的一切都成了设计 以及今几天我的留言私信里越来越多的揣测和诋毁 让我不得不陈述所有真相和事实 那么也请你准备好面对曾经做过的事吧 整件事有点长 一条微博写不完 看内容来说 李宇童和薛之谦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故事 有网友分析原因 一有几位网友貌似是 知道内情纷纷站出来发生 不过内容真实性有待考证 据报道 薛之谦2015年和高累心结束婚姻 双方都没有说明真正原因 薛之谦只把一切揽下 希望外界不要攻击前妻 但仍有许多留言传出 猜得是他在演艺圈奋斗多年 事业和收入却没有起色 不希望让对方跟着一起吃苦 而高累心在复合时也说了 多少轻填淡淡的转身 是旁人看不懂的情深 一次证明当初双方的分开 浅势不得已 而非爱情逝去 经过这么多的兜兜转转 9月8日凌晨薛之谦方文许下承诺 那就再一次吧 高累心也回应那么余生